我 我帮什么呀我 不是 我一个手 他也帮不了啊 你帮我帮一下 轻 轻点 轻点 轻 轻点 轻 轻点 不过你胆子已经很大了 胆 那是你也不看我是谁 别说话 再说话血又流出来了 没事 为你流多少血 它都是值得的 站住 也不知道他俩现在怎么样了 林徐千万别出什么事了 他要出什么事我真担待不起 至于那宋女权啊 你放心吧 找了毛比猴还精的 肯定跑了 他是学生领袖 很容易被盯上的 不是 他是你什么人 你这么关心他 男朋友啊 这位同学 我俩只是非常谈得来的 同学和朋友 不是 朋友也得分三六九等 对 他是你什么朋友 你什么意思 非得是男朋友 我才能关心他 我 我不是这意思 我这不也是在关心他们吗 你不是北平易专学西洋画的吗 这还记得呢 那你干吗 整天总背着一个相机啊 我记录一下我喜欢的人和景 拍下来以后 回去画幽画啊 确实是积累素材的好方法 女高材生她就是不一样 举一反弹的能力忒强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名字啊 这事暂时保密啊 不过我知道你叫什么就行了 我可以随时找到你 行吧 外面应该已经安全了 我去看看他们 别走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问题没问呢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 什么问题啊 你先保证你肯定回答我 看在我为你流血牺牲的份上 行吧 我答应你 我问了啊 有没有男朋友 你怎么又问我这个问题 你答应我的 君子爷快把一遍进刷算数 你这分明就是耍赖 不不 怎么都算耍无赖呢 你先答应我 必须要回答我 好吧 那既然我已经上了你的道 我就如实回答你的问题 坐吧 好吧 我的答案是 我也不知道了 完了 不是 你 你这叫什么答案 这不跟没说一样啊 行吧 这位同学 下次再见吧 有 不是 这什么答案 有没有男朋友都不知道 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对啊 照这么说 就是没有男朋友啊 如果有男朋友的话 就说有不就完了吗 五红月五红月 你怎么连这都猜不到了 包的包的这么一手 你 咱就这么非走了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想 咱俩应该找地方去吃点东西 我的肚子饿得呱呱叫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吃饭 那也不能为了看着妆 连自己的肚子都不要来了 我没法跟你对话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学生没完事 干吗 最后一个问题 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你想要不穿衣服 给你画画啊 你要是愿意我不反对 做你的梦吧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让你做我的摄影模特 我会把你拍的很漂亮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本人不好看了 不是啊 本人好看 但照片更好看 照片没有本人好看 那我为什么还要拍照啊 青春呢 拍照可以留下你的青春 你想 人不是慢慢都会变老吗 当地的时候 你拿出一张 你现在的照片 跟你的子女说 看你妈当年 那是陈雨落叶 别笑话了 多美啊 证春你同意了 自己猜 上哪儿猜去啊 喂 喂 宋雨晨呢 玉全 她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我们走散了 喂 喂 你可算回来了 跟你在一起那小子呢 她走了 我再也见到她 非罢了她的皮 怎么了 她太不是东西了 她答应我照顾好你们俩 可把林希给丢了 我就不应该把林希托付给她 我应该自己照顾好林希的吧 宋雨晨 雨晨你别这样 到底怎么了 林希被抓了 你别太担心 不止林希一个人被捕了 还有二十几个同学呢 这次我们的行动不会只是一天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最终我们会把林希救出来的 对对对 可是林希太弱小了 她吃不了苦 万一 没有万一 林希一定会没事的 好 雨晨 你妹妹就是我妹妹 谁敢动她一下 我拆了她军政符 同学们 我们应该是在一起的 让我们一起面对这场劫难吧 来 来 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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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中文 在你眼里 我就像那三岁的喊不见 你看你 我担心的就是你这太子 说话冲 句句在词 一个女孩子就不能好好说话 你先住下 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你身上总要有些钱 走 是刘先生 好久不见 今儿怎么有空出来闲逛 请问昭君在家吗 在 在后院戏台发疯呢 您请进 好 人气吞声羞害怕 跟随着小红娘 有先生来了 见着她 可算得是一件风流佳话 听好令 气磨惹 心动了他 太太 刘先生来了 我耳朵不聋 没听见我在念白吗 听好令 气磨惊 冲冻了他 得了 去茶 您这嗓音真是太圆润了 听着我这耳朵都要流油了 瞧你这最甜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一个远房外甥女儿 在家里闲得好 到北厅来逛逛 这不没地方住 您瞧 我这一栋楼都空闲着 我一个人住这儿也挺孤单的 正好啊 过来跟我做个伴 那太好了 我这儿先谢过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一个妹妹 叫王昭君 王 王昭君 实不相瞒 我年轻的时候 可不比那王昭君差呀 那是那是 王老板当年那可是 沉鱼落雁 碧月凶花呀 王老板当年是黎元界的名称 虽然现在退出了黎元界 刚才您也听见了 他要是一开嗓 这树上能掉下来几堆家桥 瞧您这话说的 我怎么觉着这话是夸我呢 还是骂我呢 当然是夸您哪 太太 茶戏好了 该带客人进屋了 您瞧 道相他是主人 走 咱们进屋了 不了 我就不做了 我这外甥女儿就拜托给您了 放心吧 好 多谢 对了 前两天我收了几块鸡血石 成色特别好 您得空过去瞅瞅 难得您老还记忆挂着我 谢过了 告辞了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险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但他能一个人去行刺阴汝羹 应该不是坏人 我是担心他万一是军统的人 不可能 军统的人不可能单独行动 也不可能这么跟着我走 那他能是什么人呢 你尽快查清楚他的身份 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今天学生的行动让警察给瓦解了 有不少学生都被抓了 我知道了 你尽快和彭涛同志取得联系 看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嗯 哥 不至于吧 这表情怎么跟土力脸见过人啊 哥哥不至于不至于 我知道因为那个姓孙的孙小姐 人家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 咱配不上人家 再说了一身铜臭味 多俗气 你这样让我跟他睡一个被窝 你不给我弄这套 他再俗 他也是局长的外甥女 你在呀你也是一个普通普通学生 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普通学生怎么了 我早晚把普通这俩字给他拿掉 我会让你知道 我乌云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哥 我知道啊 你不就是想管他 利用我们俩的这婚姻 升到你那副局上 也 没错 我是想往上爬 可我为了谁呀 我不为了咱们这个家吗 咱们爹马死得走 我不得尽到当哥的责任吗 我不往上爬 我哪来的钱养活你供你上学吃饭呀 你不愿意 我也理解 说实在的 今天我见了那姑娘 我也不太喜欢她 你看 哥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咱兄俩的眼光它是一致的 不喜欢你也不能得罪人家 也不能得罪我们的大局长啊 你知道我在人家手底下混混容易吗我 我不易 哥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 我知道哥把我养大了不容易 我向哥保证 向咱爹咱妈保证 下回 不会 不会了 没有下次了 这手绢怎么回事 这上面的鞋怎么回事 哥你想啊 这流血了 不得拿手绢擦吗 这是女孩子的手绢吧 这鞋是你的鞋啊 你 你 你是不是去参加游行了 没有 那你跟我说 这手绢上的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被警察打的 是被警察打的 那不可以 可可 但是我没有去参加游行 我冲进游行的队伍 主要是想拍几张照片 但谁想到 胡拉冲过来一帮警察 一个门棍就被我打派了 手都打溜血了疼着呢 行行 我告诉你 我就信你这一回 你这两天跟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这学生再闹事 你不要出大事了 哥你放心 我懂 你懂 你懂 你懂个屁 老规矩 跟头走 你先走 我晒好 不许动 跟我走一趟 兄弟 你 你误会了吧 我 我就是个学生 抓的就是学生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 你不光是学生头目 还是潜在的共产党 误会了 真的误会了 我 我怎么看都是个普通学生干部 跟共党不沾边的 废话少说 快走 兄弟 你白天抓的学生 够你交差了 你就放了我吧 再啰嗦 小心我帮了你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快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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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引开 拜托咱们之后 咱们在刘老师的书画店见 行 那你注意安静 好 去吧 站住 快走 快走 怎么回事啊 刘老师 是 郁权为了救我 她可能出事了 她可能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金鱼胡同八号 已经被人盯上了 我刚才差点被抓 郁权把我引开特过 才逃出来的 可 可是我们俩分开之后 我就听到枪声了 你先躲起来 郁权 你没事吧 没事 宋玉权 你小子 你小子 你幸好活着 你要是死了 我就内疚一辈子 我哪那么容易死啊 我得留着命 杀鬼子呢 宋玉权 我郑重地跟你说 我杜婉峰以后欠你一条命 快 给你救病人当杯水去 渴死我了 得嘞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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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就别闹了 还有这事要说呢 赶紧进来 来 班人 您请喝水 谢谢 刘老师 好 金鱼胡同 看来已经不安全了 想办法通知学联的学生们 以后的街头地点 就改到我这儿来 这次的游行活动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看来国民党 已经开始忌惮我们学生的力量了 这是件好事啊 说明我们的游行 起到了作语 让何颖卿坐不住了 这个何颖卿都不敢出面见我们 肯定是怕了咱们了 嗯 这次的游行示威活动 惊动了全国 不只是我们北平的学生在战斗 全国的爱国知识 都在和我们一起抗争 嗯 小松 你是不是 有什么顾虑啊 刘老师 我们是不是 把被抓的学生救出来 刘老师 玉权的表妹也给抓了 小松 你的心情 我非常理解 中共下一步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解救被抓的学生们 他们的苦绝对不会败受的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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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垂头丧气了嘛 啊 要打起精神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今天上午 阴汝庚 再通线遇刺身亡 消息属实吗 我亲眼目睹 哎呀 真是 真是大快人心哪 恶人终有恶报 这个大汉奸死有余辜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先静一下吧 我们言归正传 明天 我们组织全北平的学生 来一次总大课 游行侍卫 给何盈青实验 给南京政府实验 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可能释放被捕的学生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阻止 记查政务委员会的成名 同学们 听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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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问题吗 林老师 这是我写的宣言书 你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不妥 好 好啊 小松 你真是有心了 这份宣言 就作为学联的一个联合宣言 明天 一并交给南京政府 大哥 胡大队长到 不许多 联络点完了 我已经知道了 联络员老江 失踪了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打听到老江的下落 还有一件事啊 怎么了 那个老狐狸 让他躲过一劫 快开车 死的不是阴汝庚 是个替身 到底怎么回事 阴汝庚非常狡猾 每回出行 他都变换一种方式 这次 他让替身 坐在他经常坐的位置 他坐在前面的车里面 要是提早知道就好了 我说怎么强声一响 第一辆车就加速冲满 是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可惜了 这才让他到 只能等下次机会了 恐怕以后 机会越来越难找了 他会更加小心的 那就让他每天都 提心吊胆地生活 早晚有一天 非死在我们手上 保安队就是吃干饭的 今天吴波把车挑头 早就去见阳王去了 拿着我的奉务 吃着我的军饷 谁吃你的军饷了 我是说那帮吃干饭的 我想殷主席也不会随随便便埋怨我 不过殷主席今天受到惊吓 保安队难逃其咎 我今天来啊 是专程来给您请罪的 请罪就免了 但愿没有下次 你说呢 韩连长 我一定尽力二倍 新手抓到没有 我把同线翻了个底朝天 抓了一些可疑分子 后来又给放了 就是没抓到呗 确实没什么线索 但是我一定尽力正办 你先下去吧 来 严主席 不太平啊 听说今天早晨 北平的学生闹起来了 他们想阻止 稷查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这帮海温哪还没断呢 抖个屁 你别小看了这帮学生 弄不好 你一帮助日本人和宋哲元谋划的 那个自治政府 就有可能流产 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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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全美平的总罢课 这行吗 万一我们被开除了怎么办 是 是 是 他总不能把全北平的学生 都开除了吧 同学呗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同学 这位是北平一专 戏剧科的陈世杰同学 我们俩在一个学校上的小学 怎么没听你熟悉过他 这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你有事吗 是这样 听海维说你是活动的召集人 我特意给你们带来的一首曲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听曲子 你误会了 这首曲子 是我们戏剧科的大师哥写的 他让我转交给你 松华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华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粮 有会五线补的同学吗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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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来 海维 还没还是我来给大家唱一下吧 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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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花江山 1935年 北平一专毕业生张汉辉 在西安目睹了东北军 和东北人民流亡的惨状以后 创作了后来被诗人传唱的 松花江山 129运动期间 为了声援学生运动 他将词曲交到了学生联合会成员的手中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我睡不着 是在想灵溪的事情吗 是的 我在想 万一他有个散长两短 我怎么向我姑姑交代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父母解释 我觉得他不会有事的 或许只是一场虚惊 喜许明后天 他们就把人给放回来了 没那么简单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但千万别这么想 霉霉 能让我抱你一下吗 我现在很孤单 心里空空的 心里空空的 等等 你不喜欢我吗 我们之间不应该是这种关系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你为什么让我抱你 我只是想安慰你 好 我不勉强你 但是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 我会改变你的想法的 那一天 我 correspondent 每天牵掌 各自乱行楼 我旅行标准 我的家 在东北松马江山 1935年12月10日 北平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浙江大学学生会决议 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并通电全国 1935年12月11日 南京国民政府指派的 记察政务委员会 派警察分驻各大学校 严禁学生出校游行 12月12日 天津 上海 杭州 武汉等大中城市 先后爆发学生运动 声援北平 一 誓死反对分割 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 二 反对投降外交 三 要求动员全国抗日 四 争取救国自由 我不亦认知嫁住我爷 我亦欲误嫁住人 何必苦苦相逼呢 这就是工党的阴谋 让我陷入两难 他们协生代表还要求见您 不见 您要是不出现 他们就赖着不走 不见 委员长 现在得想办法堵住他们的悠悠众口啊 那包容人去处理 宋将军 现在形势非常紧张 您突然到访 恐接待不周啊 我要是再不来 恐怕既查政务委员会就因此革职了吧 好 这 偏青娃娃都对付不了 老想信任的都这么没用 这 马上让何委员长来见我 这 何 学生不见就罢了 连我都不想见了吗 不不不 我马上通报何委员长 您请 宋哲员也来了 他也坐不住了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委员长的意思是 非暴力解决这场运动 以退为计 实在无辱可退 暂想非常手段 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们把学生们都得罪了 将委员长怎么安全下 可我们现在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必须使用非常手段 宋哲员现在来 他是担心你 不把全力移交给他 我现在是两头为难啊 要计查政务委员会成立吧 学生不敢 老百姓不敢 我要是不让他成立吧 宋哲员那种全力欲 以咄咄逼人的价值 实在是让人难以对付 那 那都不接 您就说我不在 临时外出 这他能相信吗 信与不信 就这么办 那 现在的北平还是我说了算 我才是代理委员长 他一个还未上任的委员长 在我这横行霸道上 何应勤因见华北行事日趋复杂 但又不愿得罪未来的继查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员 便借故离开北平前往南京 北平一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政府 打倒戴国队 打倒戴国队 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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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儿 这儿 你让我这就是好找啊 我让你学校去了 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果不其然就在这儿 我是用逃命的速度 跑到这儿来 又是 我跟他说事呢啊 没你办不见关系 你怎么给我保证呢 你说 你会好好保护他吗 你怎么保护他 我妹妹人哪 不是 我也 他可是你师妹 你对他就这么负责啊 你什么你 行 算我欠你 你打我 打死我 来吧 打你怕脏了我的手啊 你个胡同串子 对 我是胡同串子 怎么了 你什么东西啊 一副正经 一肚子坏水 一看就是 悠久粉面的公子哥 怎么着 你姑娘又演上了是吧 你俩要干什么 你又找我干吗 让他一搅和全给忘了 灵溪被抓了 他现在的心情你应该可以理解 话里当初是你自己答应保护灵溪的 他埋怨的完了 你还埋怨我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想回去救灵溪 但咱俩要回去 不都得跟灵溪在里面待着了吗 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我 还想那么一抄抄我 我来试试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该不是想在这儿给我编束玫瑰花吧 比玫瑰花还珍贵呢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老给我献什么殷勤啊 我喜欢你啊 进去吧 同学们 咱们走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些 喂 他们都进去了 就等你了 你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你就不要啊 你自己留着吧 我 来 站住 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 我学生代表啊 刚才他们进去把我落下了 你也是学生代表 那当然了 叫什么名字 宋玉全 宋玉全已经进去了 不可能 那肯定有人冒充我进去了 你赶紧把这逮出来 我还看你是冒充的呢 刚才那边打架了是不是你 哪边啊 行行来 哪边两两单去 走走走走 别放进公屋 走走走走 我们想见的是何委员长 何委员长公务在身 暂时抽不开身 什么公务 比巡途共同抗日还重要 这位同学 您的话说得严重啊 危言耸听啊 报主任 您仔细看一看 贼现在就在家门口 随时都为破门而入 抢落你的家产 而您却说我们是在危言耸听 您看过天中奏折吗 如果您看过您就会知道 日本人的野心有多大 这个 刚才同学说 贼已经到了家门口 可是我看到的是 日本人的枪 已经架到了我们的门口 这位同学 你是哪个大学的 我是中国大学的学生 中国大学 这个日本人的枪 已经架到中国大学的门口了吗 没听说啊 乱 报主任 你这是偷换概念 这位同学 不许这么和报主任说话 日本人的枪 已经架到了晚屏城的门口 难道这不是家门口吗 非要架到你家 你的办公室门口才算吗 我跟报主任说话呢 你叫什么 周太太你跟这儿 对话 都出事 他学生代表 我呸 谁选的 我同意了吗 再说了 他从一圈能代表我吗 他能当得了 我为什么当不了 不行 我得回去 哎呀 兄弟 辛苦啊 辛苦啊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是报社请来的记者 记者 记者是干什么的 对啊 干什么的 记者就是 给报纸写文章 拍照片 你看 这是相机 我来是专门来采访你们委员长 还有学生们的 这采访是啥 对 采访是啥呀 采访就是沟通 就比方说 你们委员长想说什么 我记录下来 登在报纸上 大家伙就知道委员长要说什么了 那有名片吗 有啊 应该随名单一块都送进去了 是吗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你们 到底想要怎么样才能复课 复课可以 可是 被你们抓的学生怎么办 要是我把学生们都放了 你们就能复课 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要求 我说嘛 你们的胃口远远不止这些 我把学生们都放了 你们接着再闹 那我怎么跟政府交代 我还是进来了 刚才有人提到了田中奏折 我倒想听听这位同学的高见 是 这不是你弟弟吗 他怎么在这儿气候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这 什么 什么 什么意思啊 主任让你谈谈田中奏折 不就田中奏折吗 简单 就是 姓田明中的人 唱了一份奏折 对不对 你们看到了吧 学生义正 就如同盲人摸像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完全是笑谎的 你看 连田中奏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谈什么抗日救国呢 所以 你们先回去好好上课 至于释放学生的事吗 我保证 只要是你们哪一天复课 我什么时候就让警察去放人 等等 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不离开这儿 对 我们就不离开这儿 不离开这儿 我们就不离开这儿 那你们就待在这儿吧 湖里有水 可了你们自己倒 好 什么事啊 什么态度啊 我回家才给你算账吧 你 这什么事啊 没想到你可能接受这号人 要不是因为你 他也不可能跑到这儿来叫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他是冲着你来的 你这是胡乱假计 你等我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 等我一下 就是因为你我才待人受过的 咱们走 你连田中奏折都不知道 你来这儿凑什么热闹 兄妹 丢人丢大方吧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每个人都有知的死角 你就代表什么都知道吗 神气上了 不可理喻 咱们走 你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是送给你的 谁家你这个破玩意儿 你别总跟一个赖皮狗一样的 每天跟着我 看尊重点 别整天像个赖皮狗似的跟着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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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